深夜市靈百零橋下所有車輛正在停等紅燈 突然一輛轎車闖了紅燈逆向衝了過來 瞬間將多輛停等紅燈的機車給撞倒 車禍現場一片凌亂 8輛機車東倒西歪 靈芒被扶正停靠路旁 機車的安全帽 個人物品三落一地 造射小轎車則是車頭凹陷擋風玻璃碎裂 機車騎士近盆未定 警方貨報趕到現場 發現35歲的造射駕駛竟然是海巡署桃園艦的大部 晚上和同事餐序後喝酒 酒車值超過0.5已經超標 近還開車 兩男兩女的傷者送行方醫院救治 另外有兩名傷者在現場不需要送醫 而全案我們也依照夠夠危險的罪嫌來以送偵辦 這幾車禍導致現場交通一度阻塞約十多分鐘 六名受傷騎士只有一位 有骨折情問外其餘沒有大礙 而肇事駕駛這一攤杯 送出代價可不小 除了賠償 酒駕最嫌送半 回部隊後肯定還得接受處分 這顏禁語台北報導 第二位 跟四個月 一圈 背後 火帳 一圈